上班不必到四樓 到三樓就可以 不知楼梯少爬几街 就職满月不敢松懈 或许也因为在野 频频质疑着一个月来没亮点 总统亲自召开记者会 当前气候变迁 社会任性 以及健康促进 宣布三大委员会亲自领军 全民防卫委员会负责国安事务 由副总统萧美琴 副秘书长潘孟安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担任副钊 健康台湾委员会负责包含 赖总统恩师陈志宏 行政院政委陈时中 但最大亮点是气候变迁 委员会负责和硕董事长佟子贤 找来永和派的佟子贤 是否也为后续能源政策留伏笔 但可能真的要加强社会沟通 因为有民调显示 赖总统民意支持 和上个月相比掉了10个百分点 回顾蔡政府2016 6月只流失2.9% 行政团队应该是高不焦 低不累 虽说民调高高低低 但外界分析各部会状况不断 也是知识度下滑原因 就连行政立法团队沟通都出问题 甚至还被自家立委酸 是外星人内阁 的确是跟立法院党团 应该要尽速能够到位 不过就像是一支球队一样 抛出球队来比喻 赖总统对团队磨合 有信心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TVBS新闻无愧远程庭台北赞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